伯月 丞相 我大夜为请旦夕将死 这是我所处兵法二十四篇 另有一册连弩法 每弩无可连射事件 实验都在途中 昔日丞相在上方骨 不曾捉住司马懿 身以为恨 今日有丞相所传连弩 但等枪兵到来 定将司马舟困死铁路山 传说中的诸葛连弩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诸葛亮 损一连弩 为之圆容 以铁为矢 矢长八寸 一弩十矢俱罚 史书上短短的这几句描述 其实也造成了后人 对诸葛连弩的激励 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认为 它是一张弩弩上 同时发出实剑 也有的人认为 它是可以先后连续发射实剑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天水麒麟江博越同学 这里拿到了错误的图纸呢 首先 秦汉时期确实有过 同时激发两时或三时的弩机 但是还没有同时激发 十时的弩机的记载 那为什么呢 让我们想一想 一只弩机同时发射实剑 相当于一只弩机的动力 被平分成十分 那么它的射程还能有多远 而且呢 可以同时发射实剑的弩机 所用的箭矢 长度至少在三尺以上 这和诸葛连弩的 史长八寸差别太大了 所以历史上一般认为 诸葛连弩是一种连发弩 也就是它可以先后连续发射事件 根据天宫开悟的记载呢 它说又有诸葛弩 其上可植槽 相成含石石 其翼取最柔木为止 另安积木 随手搬弦而上 发去一石 槽中又落下一石 则又搬木上弦而发 首先呢 这种说法里面啊 这个史长八寸 能连续发射石石 这就符合了诸葛连弩的 两个基本数据 后人仿造的比较成功的诸葛连弩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形式的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怎么在家里使用一些 非常简单的材料 复制一个诸葛连弩的mini版 首先我们要制作的呢 是剑下部分 取六根雪糕棒 分成两组 然后再拿另外一根 稍微凉一凉 好 现在我们把它切下来 两段 按照刚才凉的地方 小心一点手 切完以后呢 我们找个纱纸 磨一磨 现在放上去 先不要粘 我们比一下 好 现在我们拿个牙签 这个牙签就是我们以后要用到的剑矢 好 用牙签稍微比一比 我们把其中一根小木棍的下端 切去相当一个牙签的宽度的地方 以后剑矢就可以顺利通过了 好 剑矢里面这两个小木棍之间的距离呢 要比牙签稍微宽一点点 这样将来我们十字键掉下来的时候 才不会卡住 确定好位置以后呢 可以用鉴笔划一个线 划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胶水把它粘上了 涂的时候小心一点 这个我们使用的是强力胶 不会把你自己的手指粘上了 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是涂上胶 然后把它粘上 粘上以后呢 我们这个位置就确定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两根短的雪糕棒上面涂上胶 然后呀非常小心的粘上三根雪糕棒 贴的时候可以拿一根 边上再拿一根雪糕棒把它对齐 而这个一定要对齐 做完以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剑侠了 所谓的一弩十发 将来都是装在这个剑侠里面的 接下来再拿两根雪糕棒 把它们拼在一起 先不要粘哦 然后拿个刀 在它一个顶端 大概两公分的地方 切个口子 然后在边上 再削一个三角形的小缺口 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手 血管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你猜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现在再拿一根雪糕棒 我们在一端大概一厘米的地方 切一个小块下来 切切切 然后我们大概隔三厘米左右 再切一段下来 中间这段不要 现在我们把刚才切出 一个小三角的两根雪糕棒 分开 然后在中间呢 贴上这个一长一短的两段 分别是贴在它两头 你看贴完了以后 它中间留出大概两公分左右的 一个空缺 然后我们在图上胶 沾上一模一样的 另外一根 由小三角形的雪糕棒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这个部分将来是用来挂住弩形的 接着来 再来三根并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把它和刚刚完成的 那个部件放在一起 比一比 靠近小三角的那头 露出来大概两公分 然后呢 沿着小三角的缺口 用铅笔在下面的三根上面 做一个记号 然后我们只要在 中间的那一根上面啊 用刀以刚才刻出来的 那个印记为中心 刻出一个宽 相当于一根雪糕棒 那么宽 深大约五毫米的小口子 刻起来是有点费力啊 再一次的温馨提示 大家小心手指哦 看一下 刻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再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这根 已经刻出方口的雪糕棒 夹在刚才 另外两根雪糕棒当中 记住我们先沾一面 然后把上面那层盖上之前呢 拿一块大约是 两公分左右的变角料 粘在这个口上 然后我们沾上胶 把上面的一层再盖上 这个部件就OK了 这个部分其实特别重要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 现在呢 我们拿起刚才装好的 那个大弩弦的配件 再靠近小三角的地方 打一个洞 打这个洞的时候 要用眼力气 因为这里是三层 打好以后呢 先放一边 再拿两根雪糕棍 同样是在一头的地方 先做一个记号 然后呢 用尺量一量 这里的距离 大概是4.8公分左右 标记完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这两个地方打上洞 这三个部件呢 一会儿组装到一起 就是连弩的机架 来我们先把这两个部分 组装一下 你可能还记得 这个有三角缺口的部件呢 是用来挂出弩弦的 而下面那个部分呢 就负责顶上去 松开弩弦 这样就形成了一次发射 现在我们拿起 刚才打了两个洞的 两根雪糕棍 用一根牙签 穿过中间的小孔 暂时组装在两边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 要观察一下 外侧的两根雪糕棍 另外一个小孔和底部那个激发弩弦的配件 它的焦点在哪里 然后我们可以用钻孔器 做一个记号 做完记号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底部的那个激发弩弦的配件 拿起来 用钻孔器钻出一个洞 都做完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两根牙签 轻松的把这三个部分装在一起 装完以后呢 稍微试一下 看看活动是不是自如 一弩时发呀 将来就是靠这个缺口挂住弩弦 然后靠这个小东西盯上去 就一发 就是这样 现在还记得被我们一望一久的剑霞吗 现在是时候把它和我们组装好的机架 装配在一起了 不过安装之前呢 我意识到啊 之前我忘了做一件事情 现在只好把它拆开来了 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剑霞的底部呀 也就是剑弦滑动的地方 要用刀稍微削去 非常窄的一条 这样将来这个弩弦滑动的时候 才会流畅无阻 现在我们重新把剑霞和机架装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中间流出一条这样的槽 将来呢连发的时候就不会卡住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呢非常简单 就是用几个边角料的小木棍 把这个剑霞呀固定在 勾住弩弦的那个布件上 边角料有点长短不一也没有关系 我两边用的都是长短都不一样 你看我反面已经贴好了 就是这样 好再来我们需要四根 大概三公分左右的水高棍头子 变小料也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们叠起来 全部粘到一起 这个布件粘好以后呢 我们再按照刚才机架的组装方法 再把这些配件 全都用两根牙签穿在一起 不过组装完成之前 在最外边的两根操纵杆的中间 粘上这个小东西 这样呢就把两边固定在一起了 穿完以后我们还是要活动一下 我们这个弩机的核心部分 就差不多要完成了 还有最后一部分啊 我们一根雪糕棒 一分二 然后并在一起 头上打洞 这个洞要打得粗大一点 黑体字粗大一点 因为这一次不是穿牙签了 我们是要穿羊肉串签 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弩工啦 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固定弩工的小配件 装到机架上面 不过先不要急着粘 这个羊肉串的签子再穿进去 然后我们活动一下 你现在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羊肉串的签子 和我们这两片小工架当中 形成了一个活动的滑槽 而如果这个滑动可以自如没有阻碍 而且非常稳定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标记 然后把它粘起来 另一边也是一样 按照标记装好 现在我们装上弩工 看一看怎么样 其实还是有一点缺陷 你看这个机架 你看这个机架 推到一定角度以后 它就过不去了 这个呢 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将来顺利的挂弦 我们拿铅笔 在这里简单做一个记号 然后呢 很小心的用刻刀 削去大概一个小三角的部分 你看就是这样 反面也是也是这样子 看一下 现在削去一个小三角 再推一下 它就应该顺利的 能一推倒底了 看看我们这个弩机的 主要部分已经成型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根羽肉串签的 两头尖的部分切掉 然后大概量一量 在正中间的地方 做一个标记 现在我们把它插进去 记得这个标记 要在两个弩架之间哦 现在我们在弩工的两端 刻一个大概两公分长的标记 等一会儿呢 要用刻刀 把它削出一个浅浅的凹槽 将来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 挂住弩仙 不用刻得很深啊 就这样浅浅的削一下 等一会儿弩仙可以挂住 不会随便滑动就可以了 这边是一样的 好 上弩仙 这里我使用的是自己错的棉线 如果你有其他更适合的材料 那也可以 弩仙从机架和剑侠中间的 那个细滑槽穿过去 至于要绷多紧 我建议是最好紧一点 这边也记好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有两根手指 拉开弩仙 挂在那个小小的森角缺口挂仙的地方 还记得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传说中的连发弩 自动上弦 自动上弦 非常好 而我们所有的部件呢 也滑动自如 稳定 没有阻碍 长度差不多了 我们把两边多余的棉线切掉 诸葛连弩的弩身 主体就这样完成了 现在就可以装上我们的剑了 所谓的史长八寸 也就是这种连发弩所使用的剑枝呢 体量都比较短小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牙签 不仅是牙签 还是一头要切掉一小段的牙签 我们现在就切切切 切出十根牙签 一弩十发嘛 现在我们把这十只牙签装进去 十只剑装进去 就可以见识一下 传说中诸葛连弩的威力了 苹果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啊 是到第八只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这个其实也是这种连弩 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它是靠重力向下输送剑枝的 所以当上面的剑枝的重量不够的时候 也就是剩下一两只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可能出现问题 好 我们刚才跳出去的一只重新发射 完成一弩十八 看一看可怜的苹果 被射成了刺猬 这种弩箭的准度还是可以的 堪称冷兵器界的机关枪 所以我怎么在这个地方 没什么事 你还没有什么事 我们的路由 这什么事 对 其实不是 呀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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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我 是